欢迎们大家好,我是风格爱花卉 今天咱们来讲一下撒脚梅 在开完花以后应该怎样修剪 这颗撒脚梅的品种是金边红 它已经开了很长时间了 现在已经完全的开败了 今天咱们就修剪一下 在修剪时,枝条不要留得太长 从最后一个分支处往上数 保留两个三个芽点 大概三公分左右 从这个位置给它剪断就可以了 后面的每一个枝条 都是按照同样的方法来操作 在修剪的同时 还要兼顾整个猪形的圆润和饱满 也就是以花盆为中心 把撒脚梅的灌符剪成一个圆形 原来短一点的就留长一点 那些长得长的快的 就可以多剪一点 再就是白蟹交叉枝 内藏枝 还有一些细的弱的枝条 全部要给它剪掉 争取让每一个枝条 都能够接受均匀的光照 只要是光照足了 通风好了 那么在修剪以后 它的分支也就会多一点 到了最后 分支越多 开的花也越多 但是呢 请不要误会 撒脚梅在开花花以后 不管你有没有修剪 它都会开花的 我们修剪的主要目的 有两个 一个是 经过修剪 它的猪形 更加的紧凑 饱满 再一个是 在修剪后 分支也会更多一点 如果你家里的花比较少 空间也比较大 那也可以不修剪 或者是剪得轻一点 在后期 只要光照充足 少浇水 河里的施肥 都会开花的 现在已经修剪完了 再来讲一下施肥 俗话说 养花现养根 只有先把根养好了 养壮了 三角梅才会长得旺一点 开花也会多一点 所以 我选择使用的肥料是 微生物菌剂和复合肥 微生物菌剂 里面含有一生菌 它的作用是 让盆土疏松 透气 避免板结 具有养根和壮根的作用 而复合肥 在连甲比较均衡 可以满足三角梅 正常的生长需求 这个花盆的直径 是21公分 微生物菌剂 可以放三勺 也就是6克 复合肥 可以放三克 把两种肥料 缓合在一起 沿着盆面浅埋 就可以了 在湿肥以后 可以满上浇水 然后把它放在光照 最冲走的位置 净水的浇水 不要太勤 等盆土的表面 两三公分之内 没有湿土了 才能再次浇水 发芽以后 给它浇灌 连丝而清架 等液片展开以后 也可以也满盆湿 浓度不要太高 一克肥 可以兑水一公斤 每隔7到10天 使用一次 这样做 三角梅开的花 就会又多 又大又停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 就给我点个赞 鼓励一下吧 十分感谢您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